建宗汤呢 在温礼方面 还有一个 叫它还有三类方 大建宗 大小建宗的区别 小建宗虚为主 都有含了 大建宗实证为主 疼痛的小建宗 是 腹痛洗温险 大建宗 含实 含实证 这个 所以大建宗像 暑教这些 它还有一个善的作用 是临床发生 往往外含直重 本身阳气不足 内外之痕集合 又外含引动 所以它描述主证当中啊 腹中含呢 可以贵气上你偶腻了 腹中含上充脾气 出间有头足 临床一般两种情况 一个呢 由于内外之痕集合 造成 阴寒内圣 寒性收隐 形成一些 像腹肌精卵呀 古人说叫 阴寗成像 阴寒凝重的 这产生有形的这个 所以出现一些 暗队包快啊 这些 但还有一类更多的 是本来阴寒内圣 又加上外含之中 是说回宠 引起浮童 回宠成团了 引起浮童 要扫离砖 温理善寒 又结合呢 建宗器 宜堂 所以这个 这两个 虚证 实证 这个 一个实证为主 一个虚证为主 这个是 不同的 了解一下 大小建宗堂的区别 重点提示一下 而是 这个三类访